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赞歌 什么是报国 我认为报国就是应该把我们内心深处 对祖国的深情与热爱 转化为我们自己的实际行动 以我为例 作为一名高校的辅导员 我应该用心的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为 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报国是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 照亮前行的路 培根祝魂 启致润心 努力培养 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认为的报国是响应号召进京营 身穿戎装赴使命 祝福我的祖国 早日走出疫情的阴霾 我们和祖国一起共克时间 共同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鸟鸟吹烟 悄悄村落 路上已到这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赞歌 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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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我心中迷惘 能力有夕阳 国家有力量 我爱你 中国